那高明慧是什麼人 高明慧是1979年高雄市調查處的處長 他正式參與處理美麗島事件 羅茲相關參與民主的鬥士 然後打壓台灣民主 這樣的一個人 他也正式1982年 謝長廷在台北市議會 他們抓到了一個客戶跟監之後 在台北市的警察局 邀惑說要幹掉謝長廷性命的人 他也是1991年 曾經闖入清大校園 逮捕幾位 現在我們大家可能都認識的學生 禍害言論自由 當初他跳下去副局長下台的 這樣的一個人 這樣的空口無憑的一句話 那麼這個節目用了59.7個小時 3582分鐘 總共耗費於廣告資源是6億4千萬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麼來清算來批鬥 謝長廷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 第一我們要求TPPS應該在三日內答覆 要給予相同的時間59.7個小時 然後讓謝長廷來答辯 第二我們也要求 我們希望在場的委員諸公共主持公道 我們也會跟NCC陳情 要依據外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 來進行處理 您的報導 好 總招 各位議長 各位媒體的朋友 那麼從2月26日 一直到3月21日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謝長廷在TPPS遭受無情抹黑攻擊 這段時間我們相信它是非常的痛 這段時間啊 民進黨內也有人 要求中央黨部 要求民進黨這些大佬公司 應該要挺身來捍衛 來保護 這類這樣的 那鄉廷雖然說沒有具體要求 中央黨部跟黨這邊 組裝要求來協助 但是我知道 黨主席跟秘書長 已經在最短的發生這些抹黑之後 最短的時間內 就已經要去跟謝長廷來做見面 來做了解 那麼也試圖要這個對外 這麼做保護謝長廷這些立場的表達 但是很可惜 並沒有這個因此而制止T台繼續攻擊 那麼今天黨團這邊由總召親自這個率領 然後出面對謝長廷院長表達聲援 也對T台表達抗議跟不齒的這個立場 黨團這邊所有的成員 是真的非常讓謝長廷溫農 還有同志之間的這個情人 那麼我們非常的納悶 也就是說不解為什麼 以靠戶戶掉 做這麼長期的無險攻擊 到底是為了什麼 只有兩個可 一個是報仇 不過你要協要外 當初謝院長任內 曾經要依這個法律要求T台 在這個設立相關的法律條件上 要做一個這個補證 甚至啊 封嚴如果不補證的話 為了保護法律的尊嚴 要涉及到所謂這個residence的這個策障 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理事姑姑啊 要做鋪尿西亞灣要報仇 我個人的判斷是沒有這麼單純 沒有這麼單純 如果真要報仇的話 應該是在謝院長選總統的時候 就要大力報仇 為什麼是在馬英九已經上任了兩年 然後才發起這種 史無前例的這種 這麼長時間的這件事 所以不單純是報仇 他可能是扮演 可能是在扮演打手 那到底是在扮演誰的打手 第一個讓我們懷疑的就是吳敦毅 因為吳敦毅 我們都知道他跟謝長廷 是政治上的西地套 所以會不會是吳敦毅受益 要PPS摧毀謝長廷 趁吳敦毅現在還當選手 那如果是這樣子 也是很讓我們覺得理所 當然的一種推測 恐怕還有更深的 我們擔心的這些陰謀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PPS是扮演打手 那到底背後的指使者是誰 恐怕我們還有這個必須要追查下去的必要 我們要讓這個背後的常性人要能夠現身 避免未來可能繼續的這種 對民進黨任何的一個同事 來實施這種抹黑污昧攻擊 所以謝長廷的這個委屈 今天黨反而能夠站出來 我覺得他應該感到非常的溫暖 也希望民進黨持續保持這種同志之愛 這種情誼 避免被各個圍剿各個擊破 民進黨現在還有機會 在緩解之下重回2012年的執政 所以這段時間應該要記取 不要再有這個各自盤算 那麼造成他給國民黨或是家 有意要摧毀民進黨的這些事 那麼有各個擊破 各個圍剿摧毀了這個機會 這個是民進黨要深持 而且應該要珍惜的 謝謝 我們手中拿的這個法條 也就是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 我們所創造出來的背後的價值 這個條文正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媒體是全民的工產 所以媒體當他有這麼大的權力的時候 他不能夠變成商人工具 他必須是全民公共的資產 他必須是伸張工藝 正義工藝的工具 的法法 所以我們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31條 這26天以來我們每天都很痛心 這個痛心不是因為一個參與 台灣民主自由奮鬥的鬥士 這樣子被私涉刑堂長期摧毀 我們不只對謝和明傑院長 他被這樣子惡意的詆毀 被這樣子私涉刑堂扭曲到這個面 我們不只因為這個事情痛心 我還因為看到 這些節目的論述到最後 把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當中 民進黨如何建黨的歷史也徹底的改寫 改寫成是威權時期的領袖 然後事先知道背後有力的恩賜 台灣的民主發展的歷史 民進黨建黨的歷史跟台灣的媒體 變成自由民主的媒體一樣 都是台灣社會人民共同的制裁 我們看到他可以被這樣子信口 慈華這樣去摧毀我們的歷史的時候 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們最痛心的還包括說 特務在威權時期的特務 他們入人於罪 他們牽制言論自由 他們充當民主的筷子手 而今天我們用鮮明的血汗 所爭取來的自由媒體 的媒體自由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竟然結合的 是在威權時代 入人於罪 限制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的 這種東廠特務的力量 用加害者的力量 來修理當時的被害者 我們無法看到 台灣在這一對夫妻和組織的節目之下 會變得如此的不公不義